好了 这个是户型三 这个户型呢 是四房四玉 也是四房四玉 2300尺到2588尺之间 是166万美元 这个是两层的样板间 也是个独栋啊 我们进去看一看 这个房子一进来呢 是一个大条工 这里你看啊 它其实是从侧边接门 这边是它的一楼的卧室 一楼的卧室 然后呢 这边是一楼的洗手间 这个和前两个户型比 我觉得没有前两个好 因为它是从侧面进来的 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感觉 一进来 反正我是从我的观点出发来说 我是觉得一进来 看客厅比较长量比较好 这个户型 你看 它是侧面进来 然后楼梯在这里 而且这个楼梯呢 非常的长 非常的陡 你看没有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客厅 然后这边呢 是餐厅 厨房 我是不太喜欢这种结构 就是从侧面进门 不是从房子中间进门 这是它的餐厅 不知道有的朋友喜不喜欢这种户型 好 这是它的院子啊 院子也就是不大 好 我们去楼上看一看 好吧 然后车库门在那边啊 在那边 这边这个门 这是它的车库门 两车为车库 从一楼上来 这边是它的客厅 这边是它的主卧室 主卧室的洗手间 主卧室的衣帽间 从主卧出来 这边是另外两个磁卧了啊 这是第一个磁卧 这是它的洗手间 这边呢 是第二个磁卧 这里是它的洗手间 这是它的衣帽间 好 这边是它的洗衣房 好 多朋友们 森林湖的这个Redwood 这个压板间我们看完了 翻译的中文叫鸿蒙社区 是托尔兄弟开发的 都是四房四浴 还有一个五房五浴的 对 你要是三层的话都是五房五浴的 价格是160多万起步 这三个湖形你觉得哪个好呢 好的 我是洛杉矶电影李明 感谢您的关注 如果您有任何对尔湾大洛杉矶买房的问题 可以私信我 感谢您的关注 关注我带您看美国 再见